接下来请继续收看 创意理财尽在运通 各位陶俊博大家好 欢迎再度收看翻阅时辈一四位节目 我是运营达头 吴蔡璋 那么今天是6月2号 海维股市 今天风雨之中就越涨越高了 也不能讲大涨 是上涨65点 各位看一下这个画面 开高酒高涨65点 那成交的是862亿 同样讲今天台股能够这样再度往上走高 有一点点是真的还是受到美国股市大涨的帮忙 因为昨天美国股市是涨了100多点 那如果说今天晚上再多涨那一点的话 那么美股大涨指数可能又再度创下例子上的新高峰 那而且在科技股方面 美国的Nexter指数其实都还不断地创新高之中 所以台股就算你不走高的话也不行 因为毕竟直视界股市牛额的大涨指数不断地往上冲上去 所以带动的亚洲的股市 尤其是台股不断地往上走上来 今天台股最后的表现是在最后往上拉高上来的 尤其台积电混了半天最后违盘给你拉高的 所以台积电也帮忙了台股指数在违盘拉高起 所以今天指数能够涨到15点 那一举把台股把高点从原来的 上礼拜的5月26号的高点10121 一举推升到今天的新高点10152 但是在指数正往上涨的同时 我想大家也非常清楚 今天同时也是台湾气象变化非常大的一天 当你在看的股市在不断地往上飞升的同时 那也一方面同时看到新闻画面 就不断地传过来 尤其是这个双北地区 应该是讲新北可能比较严重一点 就是这个豪雨 强豪雨还不是豪雨而已 强豪雨不断 使得这个豪雨所带来的灾情 不断地传进了这个电视新闻的画面 虽然这种非常极端的两种不同的画面 一种是台股在往上创新高 那另外一种是因为强豪雨而带来灾情 不断地传进来的画面 所以这两种画面感觉上有点光乖入离 但是也使得台股市往上走高 变成有点讽刺性了 那我们必须要想 就是说如果假设 这种不正常气候 持续延续下去的话 那对台股是不是会造成某种程度的冲击 这可能会使台股在往上走的脚步 会打上折扣 这一点不能不关心的 那当然后续的新闻报道画面 可能要多看一下 因为包括今天 甚至于这个豪雨可能还会延续到明天去了 那至于对于台湾的股市 会有造成多么大的冲击 可能就是要陆续观察 以今天来看的话 至少还没有 对台股 我就想说对台股的影响 可能也是因为台北市 这个首山之区 所受到这样的冲击 这种画面比较少见到 可能多半的灾情 都是出现在新北市一带 所以相对于对股市来的话 就权衡下来 是比较轻微的 但是问题是 这只是今天 那如果说再持续的 这个灾情不断地延续下去的话 对台湾的股市 是不是有一定的冲击 可能还是必须得继续做观察 那另外一方面 我们也都想着 台湾的股市 今天能够往上走高 其实不是靠自己的本事的 就是我刚刚所提到的 最主要还是来自于美国的股市 换句话说呢 讲白一点就是看天吃饭了 如果美国股市 继续往上涨 那当然都没事 那如果假设 那么一天美国的股市 突然间拿腰折断 也就是说突然间 它的涨势中断掉了 那台湾的股市 是不是可能因此中断呢 是相当有可能的 因为现在我们的台湾的股市 几乎都是靠着美国股市 往上走而带动 整个拖动台股指数 一直往上拉上去的 所以你看到 或者是利空 种种利空那句话 目前为止都没有太大的 这个影响到股市的一个发展 但是不管如何 既然是市在往上的话 当然我们就信心顺手做多 不过这里做多同时 麻烦除了留意到 我刚所提到的气象的之外 还要留意到 就是美国股市之外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 就是外资 外资从上礼拜 就是端午节之前 5月26号那天 开始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 台股指数期货方面 比较明显的调节的动作 调节多单部位 而且连续三天 从5月26号到这礼拜三 端午节过后的头一天 也就是5月31号 再到昨天6月1号 连续三天 526到531 再到6月1号 这三天下来 外资在指数期货方面 调节掉了 13488口的多单部位 亲爱的朋友 我们多么不希望 外资这个地方绕跑 因为如果说往上走的话 美国 这外资如果说没有 再把它拱上去的话 我们觉得好像缺少 些什么东西一样 因为我们不能忘掉的是 台股这段路能够这样子 一路的顺风 吹吹吹吹一直吹到万点之上 而且到今天 再继续往上吹 这股最大的精神来源 还有实质性的精神的来源 其实就是在外资 那外资呢 如果说持续性的买超的话 我们就当然是 心里会比较笃定一点 笃定一点的时候 台股还能够继续往上跑 但是问题是 我刚刚所讲的 不管是5月26号 再到连续性的 到5月31号 还有包括昨天的6月1号 连续三天 外资总共在指数情况方面 调节掉了 一万三千多口的多单部位 那如果说假设是 短暂的行为的话 那也就算了 如果说不断地出现这种情况 好就是说 它的卖超行为 如果一直延续下去的话 那么我在之前一直提醒各位的 你还是要多多地留意的 就是说什么 外资像一股风 这股风如果是顺风吹的话 其实可以鼓动风帆的 你把台股呢 想象成一招船 那外资呢 就想象成是一股风 风不断地吹 顺风吹 吹动了风帆 台股自然能够继续往上航行 但是假设有那么一天 风开始逆风吹 吹天还没关系 因为偶尔顺风偶尔逆风嘛 台湾的天气就是如此的 偶尔会下个雨 偶尔不下雨 不下雨的时候呢 会让你感觉到说 水库没水了 是不是能够希望它多下点雨 结果下几个雨来的话 就好雨成灾 真的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好了台股就这样子 当然偶尔也会下场雨 偶尔呢 当然是我也会艳阳高 这样的时候 但是呢 外资呢 在这个时候呢 竟然是出现了连续三天的 那三天之后 是不是还有第四天 或第五天或第六天 那可能就是需要 我们就特别留意到的 因为我刚刚所提到的 如果说一天的逆风吹 那对于船的 往上航行的方向 不是有什么太大的改变 但是如果说 这种逆风吹 是吹一天两天 三天而且不断地吹下去的话 那么船可能会开始停止 往上航行 甚至也停滞下来 而且开始往回 倒着开回来 甚至于沉没 都有可能的 在过去的台股史上 是屡屡见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们必须要 心有戒心一点 不能说完全没戒心 做多都做到这方式 当然你们做多 我也是很欢迎 因为毕竟台股还是往上跑 不是说不能做多 我们也在做多 做多也是在有赚 但是在做多的同时 我只是希望各位 不能说全能用做多的方式 就好像说外资好了 外资在 过去这两年 我就讲昨天好了 昨天6月1号 外资在指数期货 虽然还是调节 调节多单部位的 把多单部位降低下来了 但至少他现货是做多的 搞不好今天晚上 你看到统计资料 还是看到外资 持续在买超台股 都有可能的 但是在 如果说在指数期货 再做卖超 那表示什么呢 表示说一手做多 一手做空 外资心理开始产生了一些戒心了 所以他不敢双手 双拐齐下同时做多 他是用一手在做多的方式 一手在做空的方式 Balance 他的手上的一个仓位 这样大家有意思吗 所以如果说 外资开始出现这种行为的话 不表示说 他外资还是一向的偏多 可能就开始产生犹豫的心态 这种犹豫的心态 如果说开始 开始还好 但是如果说不断地放开 在心里面放开 然后越来越浓 这种心思的话 那对于台股 一定是一种伤害的 所以我才会建议各位 就是说 多看一下外资的状况 你不能说 盲目的 台股一直往上 对 做多 我也在做多了 但是呢 我永远心存戒心 永远都要留一点空单 不是说永远 而是在 尤其在一万点之上的时候呢 我随时会保留空单 即便是到今天为止 我们空单 都还没完全的撤走 是还有多单的 虽然说 还是会建好就收啦 我告诉你 建好就收 这四个字 我已经讲了 一大段的时间去了 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哦 该做要做哦 你不能说 啊 担担给你记住 我们就做多了 都不要把路车都没办法 都没办法 你那些路车 不知道要买到什么股票 我告诉你 如果现在抱着这种心态来着的话 你这些最好股市 你的保佑都不会掉下去 一旦掉下去的话 不好意思哦 你最 这种情况啊 那坦担我最好 账面上的获利那种 都可能一夕之间 就变成水一滩 就变成水一滩 因为空头来的时候 就是这么样的 没有半点的讯息 没有一点的征兆 是来得既凶且猛 常常是如此的 这又回到 就像今天天气一样 当你在昨天或前天 一阳高照 你可能在家里 还在吹冷气 在享受这种 夏日奄奄的这种 很慵懒的天气的时候 你哪晓得说 今天会突然间变天 而且是滂沱大雨 强降豪雨 你完全没法 没法去多做想象啊 天气就是这样子的 就如同说 像那个十几年前 那个明天过后 这场电影就是这样子 当你在享受的 现在好 好像四季流春的 台湾天气一样 你如何去想 如何去幻想到说 突然间有那么一天呢 突然间不该下雨的时候 下雨了 或者说不该下冰雹 不该下雪的天气 突然间下雪了 我告诉你 有时候空头来地的时候 就像这样子啊 突然间毫无征兆的 说来到你面前 就来到你面前啊 这是 所以永远都要借信的 当然了 重点还是要懂得 做出下车动作 我们今天有下车 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今天早上 6月2号 9点7分的时候 忘记这档股票了 我们是空单了 获利回补 大盘晚上了 空单还是获利回补 我们先看一下 把这个讯息看完了 但是因为 为了保障这档股票 为什么保障这档股票 你自然明天 就会看到这档股票了 但是我今天讲话 同时的讲话 我想说 最好明天我盘中再讲 或明天盘后再讲 因为毕竟 会员跟非会员 单纯的观众朋友 是还是要得区分的 所以我尽可能就是说 我把时间下 稍微压后一点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这档股票 今天是已经在 获利之中了 我们今天把这档股票 空单获利回补 就是忘记这档股票 转为卷空另外档股票 这档股票 以今天收败的一件话 已经在获利 但是为了保证这档会员 在明天能够获利更多一点 那干脆 就是说 我现在先不讲 但是明天肯定 你就会看到我节目 就讲出这档股票了 因为这个很好印 印出的话 这个里面的字 还是会出现 所以我们先把它遮起来了 好了 这档股票成交在103.5 获利3块钱2.8% 凯6 收贡若代委员 这是今天 6月2号 这档股票 讲了一段时间 我们在106.5放空的 当时是神盾这档股票 回补空单之后 放空忘息 神盾当时记忆非常深刻 神盾怎么来的 就是红准来的 红准又怎么来的 是华硕来的 华硕放空 两天之内收工 落代委员 赚到了9500块钱 两天 就今天空明天补 补完当天 立刻又红准 空完红准之后 隔天又补起来了 赚了1700块钱 自己的数字相当清楚 补完之后 当天立刻用 就是当天补 补完红准之后 当天要空神盾 神盾空完之后 隔天又补起来了 这样子两天之内 又赚到了神盾 1万块钱 一张哦 一张哦 不是两张 不是十张哦 一张又贪一万块 华硕 高千七八块 然后呢 高千果八块 红准1700块钱 然后神盾 一万块钱 你想哦 这很赚钱哦 像流水一样 不断地流进来哦 财富就像水嘛 流进来流出去 流进来流出去 但是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来讲 既然让你不断地把水流进来 一直卡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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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感觉多棒啊 因为一般点嘛 就很好看哦 好了 我们当时把神盾回补完 最后呢 放空到旺息贡量股票了 空106.5 当天收盘105.5 那到5月26号 端午节前夕的时候呢 就变104的 收盘是赚2块半 到6月11号 昨天的时候呢 赚3块半 但是今天呢 我们是稍微赚的 有稍微那么一点 年值变少 但是呢 一样是赚到3块钱 我们不为这个地方 后来拉上去 再跟我无关了 你可以看到 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所显示的 空单获利回补 而且哦 转空另外一档股票 是以世界来做转换的动作 所以呢 是一定可以补得了的 因为世界来做转换嘛 补完 拉起来 不关而事了 所以呢 我们玻璃 当天来讲 是相对的低点 这样子可以赚到多少钱 106.5 扣掉103.5 那赚3块钱 2.8% 砍6 收工 若大为安 所以你说 大盘在往上走 能够放空吗 可以啊 为什么不行 这其实就像什么 大盘在往下跌的时候 你说可以做多吗 当然可以啊 为什么不行 没有人讲说 大盘跌的时候 全部1000多档股票 全部都趴着吧 不会吧 也不可能说 大盘在往上涨的时候 全部的股票 都往上拘换都升天吧 也未必哦 一定有那么股票 有些股票呢 会掉下来的 跌的时候呢 也有些股票会涨上去的 当然就看你的慧眼 你老师要慧心独具 慧眼也要存在的 这样子来讲的话 他能够 才能够好好地帮你赚到钱 很好刷的 一般天然是 那钱用刷的感觉 你有没有感觉 你一直在刷的感觉 这有点像是招财帽也好 或者是像皮修也好 不过讲到这个的话 突然有点想到 讲到别的 你要说皮修跟招财帽 摆的方向有点不太一样 不是 皮修跟不是招财帽 皮修跟残除 它摆的方向有点不太一样 我干嘛讲到这边来 我等一下有空再讲吧 这个有点体外话了 但是呢 你现在就想一想 我们现在在看几眼 情况就有点像是 残除也好 或是皮修也好 一直在外面咬钱的感觉 好了 我休息一下 一一课回来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爬下 二 掩护 三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请上台湾抗震网 运达头部蔡老师 脸书社团成立了 立即搜索飞月十倍数 或扫描QR Code加入 让您掌握标股 获得加速 02 27810909 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头部永远值得托付 02 27810909 27810909 运达头部蔡老师 连书社团成立了 立即搜索飞月十倍数 或扫描QR Code加入 让您掌握标股 获得加速 02 27810909 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头部永远值得托付 02 27810909 27810909 平常工作时总是穿适着各种声音 所以休假时我喜欢和决一切吵杂 让自己沉淀享受着片刻的迷惊 Choose your online 偶尔派气密窗 地震真可怕 地震别害怕 看我的防震宝典 防震宝典 平时应固定家中电器及家具 规划避难逃生路线 与家人约定联络方式 准备紧急避难包 那地震是怎么办 保持冷静 立即塌下 掩护 稳住抓住脱脚 记得哦 保护头颈部最重要 有飞无怪 领阵不乱 各位好 欢迎回到飞跃宝典现场 我是蔡宇章 刚刚上个阶段的提到 这个禅除还有皮修 这个小小的插开话题一下 因为我最近有看到这么一篇 就是文字提到 就是说禅除跟皮修 它摆着的方位 是有点不太一样的 皮修是要到外面去咬钱进来的 所以呢 你它的 它的那个什么 脸啊 也是要朝外的 它的方位是要朝外摆的 但是残除呢 是咬钱进来的 已经咬钱进来的 所以呢 就是你要让残除的脸呢 是朝屋子的里面摆设 所以一个是往外摆 一个是往内摆 这样你了解吗 这是我最近 我不晓得这到底是真的假的 但是我最近看的一篇文章 是这么告诉我们的 好了 我现在就有感觉到是说 一万点之际呢 我们在有点点像皮修在咬钱的感觉 不断地咬进来 不断地咬钱进来 这种一直咬钱的感觉 所以你大凡在往上的时候呢 不代表说一定要用做到的方式 做多也不代表说 一定咬钱咬得进来 我们要咬钱咬得住 或者咬钱咬得进来 其实就看你 有没有做出 落代为安这个动作 这个动作如果做出来的话 你就还可以感受到 就是说皮修在咬钱 就好像说 我们刚刚所提到的 这个是旺系 从我们放空那时候呢 就咬钱一直咬着 咬着紧紧的 玉金光也是一样 就咬着紧紧的 我们现在看一下 6月1号昨天呢 其实这张 昨天给各位看过的 我们昨天这张 也提到就是说 玉金光呢 我们昨天呢 是有设在286.5 要做获利回复空单 但是没有成交 没有成交 我还是非常坦白地告诉各位 空单维持续利 获利续报 那这张股票 当时在我们就特别记忆深刻 是5月24号 我特别把这张留下来 为什么把这张特别留下来 就是说 一个空方趋势一旦形成的话 不会那么容易改变的 当时在5月24号那一天的时候呢 玉金光是收红的 我们现在看一下 玉金光在5月24号的时候呢 是怎样子 各位看一下 这一根 5月24号 当天收红的 其实这是之前还有收红的啦 但是我现在记忆比较深刻 而且留着证据的 就是5月24号这一天 来收红 如果你补的话 后面这段路里就没有吃到咯 这就有点可惜咯 所以当时我们在这一天 也就是5月24号那一天 我们特别把讯息传达给自己会员 告诉他们说 空方趋势未变 不要急得回补空单 我的话准没错 这是事后写的 我的话准没错 是事后写的 因为已经验证了 各位亲爱的朋友 你看这档股票 在5月24号那一天来讲的话是 如果以当天收盘价来讲 当天收盘是涨5块半 以当天收盘来看的话 我们是分别涨了31块跟21块 为什么两个价位呢 坦白讲 这段股票 我们是沿路都有放空 那取比较上面的两个价位 是340跟330两个价位 不管你空着340或330 其实如果以当天收盘价来讲的话 可以分别赚到31块跟21块 而且我们会看到数字 是不断地放大 5月24号看完就26号了 41块半跟31块半 真的有放大 对不对 好 那如果说到31号的话 变60块跟50块了 真的再更大地放大了 有没有感受到 那当然了 如果说到今天来讲的话 是变少了 但是依然还是赚到这么多 因为今天跟昨天来讲 是涨上来的 今天是涨了10块半 那既然昨天没有补 没有补到的话 今天涨上来 那就必须 我必须得最终下去了 好 这个是一个很诚实的交代 我绝对不会说 莫名其妙的做消失 所有的股票都一样 我对会员都必须要一个非常 非常严肃的交代 不可能说 今天带一档股票 带到失踪了 这样的话 我对会员就非常非常不好意思了 而且不是不好意思而已 是根本就对不起会员了 所以不能有这种 对不起的状况发生 既然如此 所以我们在对于会员操作来讲话 一秉 就秉持着 严肃的态度 诚恳的行为 都必须要做出这样子 都必须要这样的完整的交代 没有补到 那当然就追踪下去 不可能说 没有补到 就呼呼的中博省 好像补到那种感觉 问题是 你过得了 你心里那一关吗 因为你没有补到 就真正事实啊 或许你的会员 不会跟你 啊有什么 complain什么 都不会 但是呢 心里那边那一关就过不去 所以呢 既然没有补到 像我昨天所挂的讲话 没有补到 我今天就继续给它追踪下去 会员不用去担心说 没有补到 老书刚才能不能担心说 老书刚才能担心说 能不能担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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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心啊 没有补到就真的没有补到 我就继续追踪下去 但是即便是没有补到 你算到今天来的话 依然还是赚到这么多哦 一丢贪四百块哦 亲爱的朋友 你现在去找另外一档股票 告诉我好了 你哪一档股票 在一天之内 或两天之内 能够赚四十块钱的 还有一档股票 我们当时也采取 放空了行为 但是呢 后来呢 由空转多 由赔变赚 这档也是非常戏剧化的一档股票 5月24号 聚贸这档股票 那到5月25号之后 你可以看到 其实已经由赔变赚了 已经非常确定的一个情况了 那如果说 算到昨天来的话 我们用图形来跟会做表达 因为图形在 医学专家来说 在我们脑袋里面 图像比文字 更容易让你产生印象的 这样了解吗 文字 如果你认为有印象 那图像会更产生 更大的印象 所以你刚才用图形来 跟会做表达 你看这个图形 我已经告诉你赚了 这是6月1号 今天是6月2号嘛 对不对 6月1号 6月2号嘛 图形有没有变化起来 那这支红帽有没有起来 我又不是变魔术 6月1号跟6月2号啊 这样一段笔 这样啊 有没有赚 如果这样都赚的话 这样赚是不是更多 更大 所以我赚就比写得更大一点 这样你了解了吗 明白了吗 这为什么能够越赚越多 就拓万点之福啦 说实在来 万点好赚就好赚在这里 有的成家量 我不管是要做多也好 或做空也好 都来去自如的 都是远转如意一般的 来去自如的 左右逢源来去自如的 这样你了解吗 所以呢 为什么说我们 两三档鼓效 就足够在万点 很少千均 我相信你看到这里来的话 应该心里有点谱了吧 找我很简单 我们公司的电话 就在广告里面了 所以找我就这么简单 不过通了广告中的电话 就得不同找到公司 找到我了 这样了解 祝您一个愉快的夜晚 明天股票早就顺利了 谢谢您 以往最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身评估并自负 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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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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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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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